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跟各位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的線上課程改版 已經密切的在進行當中了 好嗎 那如果改版好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傳給我們已購買的車友 這請各位放心 因為我們都有做購買清單 因為這個部分 是我跟我的學生 也就是我的剪輯師合作的項目 所以我們都有很完整的購買清單 請各位不用擔心 只要我們一做好 我們就會發送給各位 這是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好嗎 要跟各位講的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要開始做我們的Podcast 那歡迎各位車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Podcast 來聽我們聊天啊 講話啊 好嗎 OK 也就是我們要做Podcast啦 好 啊裡面的內容就會包羅萬象啊 有補習班有賽車 有人生 有八卦 有 太八卦了 那第三件事情是 第三件事情最重要 我們有車友傳就是微信給我們 他要講說 老師看了洛尼斯的煞車 我感覺就跟你講的第五階段煞車一模一樣 然後我就回 是的沒錯 他就說老師真的非常厲害 感恩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咧 我真的要特別的澄清或者是推薦一下 第五階段煞車不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 是蔡澄陽教我的 是他很厲害 他讓我領略到就是如何叫做完美的代煞路彎 完美的代煞路彎應該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那個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的練習方法都是他教我的 酷吧 所以就是這第五階段 如果他講說很厲害 是蔡澄陽很厲害 好嗎 推薦各位車友 如果你就是有真的認真想要從事這個的話 你又可以接觸到大家的話 歡迎去加入他的車隊 直接打電話去西湖K1賽車場 好嗎 老師是非常推薦的 就像我自己啊 上個禮拜日一 老師去練車嘛 那禮拜天 我們就講禮拜天就好 老師禮拜天去開的秒數跟結束的秒數就進步了0.8 然後我講我們車子是沒有動任何設定的 我們車子是沒有動任何設定的 車子在沒有動任何設定 完全戀人的情況下 我就進了0.8 如果你有在 從事賽車運動 你應該知道 0.8是一個蠻大的gap ok 而且可以這樣不斷的修正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六姐就是六姐 六個下場就進步0.8 這個如果以平均下來一次就進0.1多嘛對不對 一有三分之一 很多啊 真的非常多啊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種東西要交給專業的來 讓專業的來教你 他就會一步一步的指點你 就像我跟各位車友講的觀念一樣 就是錢要花在刀口上 他現在好不容易在台灣 啊你不趕快去找他學 啊等一下真的 對不對 他飛走了是不是 你找誰學是不是 所以我非常推薦啦 而且他現在都很常上來北部啊 現在有些北部的車友也都是 找他在指導 像我的下一部新手影片 他也是我們北部的車友 那他也是去加入蔡成陽的車隊 跟他買車 然後跟他學習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式 相信他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好嗎 OK 那接下來我就把那個 Lando Norris的煞車放給各位看一下 啊如果是B站我就直接放在後面 等一下影片後面你就會看到這一部影片 啊如果是YouTuber我就把連結放在下面 B站的連結放在下面 好嗎 好 那祝各位技術進步啊 OK 啊老師講的都是老師的經驗 如果你真的有認真想要從事這個運動的話 一定要把老師的話聽進去喔 好嗎 那就這樣囉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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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